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疫情 疫情 我想起以前我看過一本書 《癌症不是病》 那本書是講什麼? 它就說 癌症不是一種病 是一個警號 或者是一個敲起一個鐘 令你反省你自己的生活習慣有沒有問題 即是可能在飲食裏面 作息裏面 思想裏面 是有出現了問題 才令到你的癌細胞會改變 尤其是癌細胞通常都是出現在一些人 在他的情緒極度不開心的時候 才會出現 只不過是一個上天給你一個提醒 那疫情呢 那我自己去到今時今日 我就會看究竟 是不是一個訊號給整個地球 是一個警號來呢 就告訴你 我們以前的這個全球化 人和人之間這麼高度的聯繫性 流動性 跟著狂野地追求那個規模 擴張 這些是否一個要去反思的地方呢 那因為那個疫情呢 令到以前我們信以為 是一個大的定律 就是說我一定要全球化 我們一定要國際化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生產 善穩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去製造 然後呢 就運去給其他國家去消費 這個呢就是過去那幾十年 或者一百年的金科玉率 因為那個交通運輸的成本低了 郵輪啊 飛機啊 所有的成本就低了 因為以前 講的是四五十年前 搭轉飛機 要去旅行都要去送機的 同今時今日 現在打個電話 早上訂 下午就說去坐飛機 接著去第二處 是不是那個日子來的 那這樣東西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令到人去反思 究竟這種生活模式 是不是整個世界 會是最適合呢 疫情令到大家去想 第二 在那個經營模式裏面 是不是這麼多重資產 有這麼大件 得這麼大件 酒樓連鎖 牛龜這麼大 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這個economy of scale 第三就是說 傳統的經營模式 是不是需要一個更改呢 那麼多既有利的利益者 令到社會停滯不前 是不是需要做一個反思 反思 要去講給大家聽 不要再去吃老本 這些可能是天的安排 令到全世界人 去做一個反思 如果只是去反面 負面那裡去想 一定不好 反過來 今時今日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尤其是去年 令到很多人 以前是夜夜生哥的 就嘗試回去 回家吃夜晚飯 又有很多 不喜歡接觸大自然的 都被迫去行山 游泳 那時候 令到他人更健康 還有更多運動 是跟以前不同 那這些 是不是好事呢 也多了時間 沒有那麼多機會去出差 到外邊旅行的時候 跟家人的接觸又多了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覺得大家不要只想負面的事情 那有沒有在這個疫情 是上天給大家 全世界的人去想 去反思自己 有什麼要去改進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